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根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网站消息 4月18日8时左右 安徽金日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集铁矿500中断 有一辆产应急失火 造成井下人员被困 虽经潜力失旧 时四时五十分 18名涉嫌人员全部申请 17名人员身体状况良好 一名人员受伤 后经抗救无效死亡 目前正在进行事故前期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 另外针对此次事故 当地相关当局 对今日盛矿业重新集铁矿 下发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 责任重新集铁矿停止 井下生产作业活动 中国的网络资料显示 涉事企业系大中矿业旗下子公司 本次事故将影响重新集铁矿 进行2021年重新集铁矿 月经铁金粉采量3.9万吨 对大宗矿业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核实 hugely顺利用上产年组 Por dominate 筷通众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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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